第四星出發 大家好我是浩兒 今天再來為大家介紹一隻神級的角色 神諸葛亮 看起來它的造型嗎 這算是皮膚造型 也很帥 這邊還有顆星星在發光 這個北斗七星 後面的這個死亡造型也是蠻帥的 這邊看起來也是蠻有氣勢的有沒有 所以喜歡的話大家可以去稍微儲值一下 幫這遊戲打打氣 那我們就從他的技能開始來介紹吧 那第一個技能七星 七星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顧名思義嘛七顆星嘛 那七顆星可以幹嘛呢 就是我們在摸牌準備階段 就是我們在遊戲開始的時候 最一開始的時候會有七張牌 我這個量就可以多七張牌 所以我總共是什麼 4加7 11張 那我手牌有11張嗎 喔不 這七張牌 你必須把這11張牌裡面 有七張牌必須蓋在你的武將卡上面 那等等我們就可以看一下操作 這是什麼意思 那很多人就會問說 那這個技能到底哪裡好啊 到底可以幹嘛 其實七顆星 呃就代表說你有很多的牌可以去換 很多牌可以去刷 所以你比較不容易受到傷害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那七顆星還有他還可以觸發 第二跟第三個技能 狂風跟大霧 那我們就接著來介紹狂風 到底是什麼嘛 那狂風呢 我剛不是有說我蓋七張牌在我的武將牌上面嗎 就是七顆星 一張牌一顆啊 我們就這樣一張牌一顆星 那我可以移去一張星 並且選擇一個角色 然後給他這個標記 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手上有七張牌 我可以其中隨便移去兩張 那我就說 我是反賊好了 主攻 你給我得到這個狂風標記 那狂風標記 他是幹什麼用的 你們應該有聽過那個 借東風的那種典故吧 還有那個火燒連環船嗎 是這樣嗎 我也不太確定啊 那狂風 我假設我是主攻 我獲得了這個狂風標記的話 我受到火焰傷害我就會加一 所以 他作為反賊的話 他就可以去 去放主攻跟那些忠誠 然後再把他們兩個連起來 那我 我可能第一個人 我火殺了他其中一個忠誠 那 第一個人他會受到兩點傷害 那倒過去 變成主攻的話 他就會受到三點傷害 看我們等等有沒有辦法做到這個操作 就是連起來 然後殺忠誠一個火殺 對 那 倒到主攻那邊 那主攻就會受3D 3D的傷害 3個火傷啊 就這樣 那 這邊也都有 明確的說 他會火焰傷害加一 但是 重點是只有一回合 所以你們要把握機會 這是諸葛亮的 一回合是 一回合 其實不是一回合啦 是一輪啦 我說錯了 其實更正一下是一輪 一輪就是指一圈 從一號位到 到八號位 然後再到主攻 這樣就做一輪 一輪就是一號到八號這樣跑完 所以 你可能在二號位 你放這個 一號位的 主攻 狂風 那他就必須承受這個 威脅 或是這個 風險 從二到八號 這邊有可能是我的隊友 我可能有一個隊友 反賊 就直接火攻他 什麼的 對那主攻就會受到 兩點傷害 而且這個標記 在這一輪內是不會消失的 所以這 是一個助攻的 好技能 對 那第二個技能叫做大霧 大霧是幹嘛的 剛剛這個狂風偏攻擊嘛 對不對 他就是屬於攻擊性很強的技能 對那大霧就是 防禦性很強的技能 那防禦性很強的技能是防什麼 你就問 欸哪裡強 防什麼啊 讓我看一下啊 對那我現在就要讓你看 如果我是反賊 我一樣 我比較喜歡射身處地 如果我是反賊 那我給我的 下一個反賊 下一個 我是二號位 我的三號位假設流產好了 我也給他一個 大霧的技能 大霧標記 因為他們的操作是一樣的 我都是移去 移除一張星 移除一張 任意一張星 對 那 幾張星就是可以保護幾名角色的意思 假設我移去兩張星 我就可以保護兩名角色 剛剛狂風也是沒有介紹到 如果移去兩張的話 這邊只能移去一張欸 我記得以前是可以 可以移去兩張的 不然我們等等操作看看吧 對 那大霧就是移去幾張 我就可以保護幾個人 假設我 剛剛說的我二號位 我是反賊 那我的三號位也是反賊 那我就 移去兩張 保護我自己 跟這個 我的下一個三號位的玩家 對 我們兩個就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除了什麼傷害 除了閃電傷害 雷電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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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電傷害其實一樣 假設有 我突然掛一個閃電 不小心判定到打到我 我還是會 我還是會受到傷害 那假設 4號位用雷煞 殺了我這個3號位的隊友 那他還是會受到傷害 可是如果是火殺 我們就不會受到傷害 包括決鬥 也不會受到傷害 那 南蠻入侵 也不會受到傷害 萬劍齊發 欸也不會受到傷害 這是一個非常 強力的保護技能喔 如果你隊友 剩一滴血 他就會很感謝你說 啊 諸葛亮你好神啊 這時候 這時候你就會覺得 喔 玩這隻角色值得了 值得了 那我們就 一樣 我們不想要直接開始啊 這個大霧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一樣是一輪 就是我放我自己 那過一輪之後 轉一圈過一輪 回到2號位的時候 那這個大霧就會消失 那我的七星就少一顆 諸葛亮就餘命了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去測試 一場看看 看這個神諸葛亮 到底是 有沒有傳說中的 傳聞中的那麼厲害啊 神有八肌 神諸葛亮有這 來 直接點將 應該是不會被搶走啊 這角色現在也比較少了嘛 因為現在的武將 嗯 嘖 質量都非常高 我只能說這樣 質量都非常高 大家玩的角色都很厲害 就不像 不像 一些什麼 武人的標準場那種 那種就不太 就 大家武將就很爛 這樣 那他選這隻 這隻是星角 這主攻選這隻星角 嗯 改天我也可以介紹這星角給你們看 如果他的技能很簡單啊 嗯 所以我改天介紹好了 那今天就 目標就著重於我們的 豬大 諸葛 主攻是無果的 那我們要騙一下主攻 我們也選個無果的 這樣吧 因為我們其實也沒什麼好選 呃 這邊也有提示說 你的手牌分數大於80分喔 建議不更換 那我們就不要更換了 其實現在的都做得蠻人道 蠻人性的 你們也可以 稍微看一下 我這邊七星牌就有七張 我剛剛有說我總共有十一張牌 那我可以選擇我想要的留著 呃 其實我覺得 換個裝備牌其實不錯吧 這樣 好 我們把桃子留在手上吧 換個裝備牌 其實防禦牌要多一點比較好 那一號在這裡喔 他可以讓我們選擇草起草落 那如果這三個 我們從這邊開始算 他跟他一樣的話 他就摸兩張 那他跟他跟他一樣的話 我們就摸三張 他就摸三張 不是我們摸 是他摸 草起草起草落草落 所以他摸兩張 有沒有 因為草起草起 所以他摸了兩張牌 這個武將其實就還蠻簡單的 對 就一個技能而已 摸牌 這個技能就摸牌 那 他應該可以比較容易的 去抓到說 誰是反賊 誰是中成 就有點明顯啦 你第一號位你草起 那二號位你故意給我翻草落 可是 正常來說 這種 這種遊戲 不要講 就是不要打字啊 人家都會去打字什麼的 或是丟這些東西 有的沒的 我覺得這不好 你看他丟雞蛋了 代表說 呃 他可能覺得主攻 他可能覺得 幹主攻幹嘛弄我 對 其實那他 我們就先勉強判定他是中成 你看我們就可以這樣 場外判定 他是中成 因為主攻殺他 他丟他雞蛋 我們很明顯就這樣直接判 哇 這樣這個比賽也太不公平了 但是 這也沒辦法 那 這個是 就是 界巢子 他也是新角色 他覺醒之後會 會很厲害 覺醒技 他覺醒之後會蠻強的 我也蠻想要拿到這隻角色的 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辦法拿到這隻角色 那他是沒有直接打 主攻喔 那我們這邊就判定他為中成吧 他沒有直接對主攻做壞事 而且他這邊還九殺 呃 他自己翻面啦 就是九屍啊 自己翻面 那我們這邊 只能再扛一傷啊 沒辦法 我們把桃都吃一次吧 他是直接反打 所以我們這邊勉強判定他為這個 反賊 我們就保護 保護我們這兩個 因為起風其實這 這個 怎麼說 這一場起風其實沒什麼 沒什麼用 我們現在直接把一顆桃拿掉吧 然後我們這些武器都拿下來 我們等等要做一件事情 閃電其實也不要了 我們這個 就換這樣 呃 這邊是要吃桃 還要再吃嗎 1 2 3 1 2 3 來 我們這邊怎麼打 因為我們判這個 張招 張紅是好人 所以我們直接棄牌 那我們把這三張棄掉 給 給這個張 張招 張紅 呃 張弓吧 這個張弓 張紅隨便 好 張招 張弓 我們給他武器 他等等可以幫我們加 他會幫我們加 那我們這邊可以發動 我們這邊一定要發動大物啊 沒有發動大物的話 我們要死掉了 所以我們先保護我們這兩個人 那狂風要不要發動 狂風可能 要不要來一個 被鎖起來了 狂風先不要發動 我們留著心 留著保護我們兩個 比較好 那這邊他給了這個 張招 牌 對 他給張招牌 所以我們就判定 因為他是 他已經托管了 你們有看到嗎 這個托管的意思就是代表人機 電腦 電腦在玩 所以電腦 應該也很明顯 他就是反賊 電腦給了這個反賊牌 那他就是反賊 前提是 他是反賊啊 這是前提 你看喔 你看喔 他放這個南蠻入侵 我們這邊是有大物的喔 我們看一下大物會不會受傷 你看按取消 結果大物沒有受傷 你看而且大物還在 所以剛剛講的技能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一輪 到回來到我這一輪的時候 這個技能都不會消失 所以我們兩個就可以活比較久了 那劉備的話他就是 他就是牛嘛 他血牛嘛 他的血可以一直回 所以我們就 暫時可以不用理他 那我們現在的目標 就是要趕緊找出我們另外一個隊友 另外一個反賊 希望 希望是誰勒 希望是 蠻希望是佐池的啦 但不知道是不是佐池 看一下 他106的 他應該知道怎麼玩吧 應該啦 這邊 他直接一個順手牽羊 不知道是 反賊嗎 是反賊嗎 不太確定 我們先把他歸類白板好了 因為不知道他是什麼 他什麼什麼身份 這邊他開了五谷風燈欸 五谷風燈絕對是這個遊戲裡面 最吃觀念的一張牌 絕對 那種AOE技能都不能亂開 你們應該知道AOE是什麼意思 AOE技能亂開的話 就會對隊友啊 對整個局勢啊 造成可能 有可能大勝 但有可能不利 假設他是中層的話 他開這個五谷風燈 他就很強 什麼意思呢 因為他是中層 他是主攻他是中層 他們三個人 可以先拿牌 所以他們三個就會很棒 對啊 他們局勢就比較好 他們優勢就會比較大 如果開三顆討出來 你看 他們這邊就多了三個血涕的戰力 那這邊他直接放了一個 萬劍啟發號 一樣我們大巫是不會受傷的 所以我們也不用去出這個閃 有些新手可能會出閃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去出這個閃 我們不要犯這種 錯 這種低級錯誤 不要犯 好 好 我們剛講完這個三號位 就出錯了 他就出閃了 我們這邊閃就不用出 你知道嗎 因為有大巫 閃其實是可以不用出的 我們給他一顆雞蛋 示意他一下 那這邊 這邊也 其實這邊也都看不太出來 說這邊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選 他如果是潮起的話 他就是潮落 所以我可以跟三號來個配合 就是我們故意選一個不一樣的 看會選什麼 這個如果是大家都一樣的話 他就是可以拿七張 一二三四五六七 所以很恐怖喔 所以要選對阿 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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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起 有看到嗎 兄弟 有看到嗎 他拿了六張牌欸 對啊 就是這麼運氣 運氣不好 Oh my god Oh my god 這邊要把他連起來了 連起來咧 然後直接火弓啊 注意喔 你看他有臀甲 他這個火弓 大家都會扣兩滴的 他這個火弓 那個還好我有放這個大箕阿 所以就算燒到我 我也不會扣血 就是大部分 比較無敵的地方 防禦性很高 那這邊怎麼燒 看一下怎麼燒 方塊 有方塊嗎 這邊扣兩滴 死掉了嗎 兩個掏也救不了 隊友看起來也沒有要救的意思 他到底是忠誠還是反賊 我們看下去 他是內奸 這邊大物幫我擋了這個傷害 所以是還好 那現在就是四打三的局面 我們要全力保住隊友 要快點找出剩下那個反賊 到底是誰 這兩個裡面有一個反賊一個忠誠 那我們要快點找到那個人 可能是這個人吧 直遠我也不知道 那這邊他是直接 是我先兩千他 他應該會 他也沒殺 他可能殺過了 剛剛沒有 顧著聊天沒有注意到這個局勢 這邊看他會不會給我們裝武器 我們剛剛拿了武器給他 他怎麼是先殺啊 沒關係啦我們就 多體諒隊友 然後盡量自己能 自己能carry 就自己能c 就自己c 那我們這邊 有桃 桃可能要放出來了 怎麼放出來 無邪嗎 可是他 給他都沒有用 他都幫隊友裝 我們自己吃了吧 這幫隊友裝 不太 不太敢給他欸 不知道他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可是他剛剛就是很明顯去打這個忠誠 所以他應該是 他應該應該是壞人 就是反賊 那他這邊固證 固一個 那我們這邊要保護 保護誰好勒 這個大物 按不到 不發動了 有點低級失誤啊 我也放了一個低級失誤啊 奇怪我按了3個人啊 奇怪 按了2個人啊 有點犯錯了 不過沒關係啊 我們有桃子先救一會吧 其實剛剛那回合有開沒開 我都覺得還可以 那他回血 他回血 這邊我們就不給 不給主攻回了 劉備也是不給這個二號紅 那他還在找機會嗎 如果他還在繼續找機會的話 他這邊發動了一個界一級的技能啊 出牌階段限一次你可以看 底牌一張 然後給任意角色 所以他是反賊 來我們這邊就 直接判定他是反賊 因為他給了這個反賊 那這兩個人是忠誠 就很明顯了 剛剛有點小失誤啊 可是剛剛其實我覺得 有開沒開差不多 哇這都不自主開到的是紅桃 所以他是不會受到傷害的 他是不用丟牌 不用跳過那個出牌階段 他不用丟 那他應該會殺這兩個其中一個吧 欸殺不到我吧 一二嘛 對啊他殺不到我 這邊有個 這個叫什麼 距離顯示二 那他也沒有殺 那主攻現在是被勒不思數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 判定成功 哥交個朋友吧 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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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吧兄弟 他是不是斷線啦 不知道 那主攻現在是直接又 主攻沒有辦法放上技能 他那個技能太 吃運氣 我覺得其實蠻吃運氣的 蠻吃運氣的 別啊別啊別啊不要 不要 不要固陣了不要固陣了 兄弟你現在固陣 感覺就只有我一個人在緊張 這兩個人都不太緊張了 還有一個掛機的 那你 那你 啊可以 這樣很好呀 這樣其實很不好 這樣其實很不好 多少受不了啦 我們來裝個帳發 呃這個人他現在掉線了 所以我剛才很激動了就哪裡 那我們這邊要發動大霧 保護一下劉備吧 我們現在來狂風一下吧 這狂風也不太好 現在狂風也沒什麼用 留著防禦吧 留著防禦吧 隊友 這些隊友都在掛網 你玩一個八人場其實很不喜歡遇到隊友掛網 因為有時候他們會直接丟牌 不知道電腦是怎麼判斷的 會直接丟牌阿 或是像他這樣給人牌 一直給這種掛機的人牌 也不給我牌 很難打阿 不過有些時候 其實有些時候掛機反而比人好 那少數 所以 就看這場到底會怎麼樣吧 問魯班 你們會不會有人想問魯班是誰 魯班其實是孫全的女兒 孫魯班 還有一個女兒叫孫魯鈺 我之前有介紹過孫魯鈺喔 其實蠻強的喔 其實那個角色蠻強的喔 那喜歡魯鈺的話你們也可以去玩玩看 這邊他直接砍了誰 所以他是反賊嗎 蛤 蛤 所以他是反賊 我是反賊 劉備是反賊 我應該按超弱的 蛤 我這邊其實看不太懂 我們就直接打主攻 我們就全力打主攻吧 這樣看不懂的話 其實全力打主攻 而且這個張招 張 張弓 他一直在打 他一直在打這個惡號阿 所以 還是他其實是打到主攻 不知道 這邊他直接拿了 左磁的八卦陣 拆了劉備的仁王盾 曲折離奇 這個故事就是曲折離奇 他現在的成章已經欺負成屍了 已經 覺醒了 造成傷害 雷之一核 7點以上 他就可以 覺醒 升級9屍 9屍就2級了 如果以後有機會拿到這個角色 我們再來介紹他的 界潮值 就是界限突破的潮值 到底有多強 那我這邊有大悟喔 他應該是 比較不好 他要殺 這個妹妹好像要死掉了 喔 你們剛有看懂嗎 你們剛有看懂他 他發生了什麼事嗎 他把藤甲摘掉阿 他發現他的技能把藤甲摘掉了 所以他沒有受到 太大的傷害 因為這是火殺 這是火殺 他把藤甲摘掉 我覺得 蠻強的 不過現在這裡可能也扛不太住 他這邊又摘掉他的武器 只要他的技能就是他摘掉武器 就可以防止一點 傷害 一定要限制是裝備卡 裝備卡 武器阿 或是馬阿 那種的 他只要摘掉的話 他就不會受到傷害 這邊他直接殺我 他這邊就直接殺我 我其實 呃 要扛嗎 閃一下好了 所以他這邊我們就可以判定他是 忠誠 大概是忠誠 這邊我們得選這個 五中生友 給後面的人都沒什麼用 他們去拿桃子拿酒阿 其實都好一點 所以這兩個人一直都是 隊友阿 大概是 那我剛剛都保護保錯了 應該去保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剩一滴血阿 真的一定得保這兩個人阿 七星看一下吧 火攻 火攻 我看了 不要換了吧 這個桃子要留在身上 比較好 怕這兩個隊友突然死掉 這樣很虧 有點虧 把他們都連在一起吧 他是有火殺的 殺一下 我們這邊殺主攻看看 拚拚看 沒有拚到 沒關係 那等等要怎麼保 等等 這個大霧是要保這兩個人 那狂風呢 狂風大概就是給我自己了吧 這邊他很聰明喔 他給我牌之後用火殺殺我 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 我受到一點傷害 那這個人受到兩點傷害 剛剛有說狂風 狂風可以讓火殺加一 只是我沒有犯我自己阿 沒有犯我自己 那這個打法其實就是還蠻聰明的 不過這個草子他翻面翻過來 這個戒周瑜直接是反肩 反肩然後看一下他的牌 戒周瑜感覺 我可以來介紹一下這個戒周瑜 戒線突破的周瑜 其實也 我個人也是蠻愛用的 我個人就覺得很中二阿 自己很像周瑜阿 那這邊是直接一個火殺 9加火殺 直接直接指導主攻喔 因為有狂風的關係阿 所以神諸葛亮牆的地方不只是防禦 其實這個攻擊性也是蠻高的 配合隊友攻擊 那我們這邊就是一個大獲全勝 其實蠻強的喔 其實這場還蠻精彩的喔 那 想要 想要 如果你有喜歡什麼 那個什麼 角色的話你可以幫我留言一下 對啊 那我可以去介紹那些角色 對 那喜歡我的頻道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那如果是BDB的話可以幫我 呃... 數值三連一下 那我們下期再見